他会违反常理 在夏至前扬帆出海吗 总督大人当过他的副将 应该知道师郎用兵骑轨 今年的夏至是五月十六日 现在时据夏至也只有六天 今夜是北风 再过两三天之后就会转南风 夏至前后十多天内风轻浪平 台风发作的恳性效果 师郎知风知海 是断然不会放过这个时机的 师郎借着这北风之尾 悄悄由厦门移师同山 这就暴露了他抢占时机的意义 夏至前后会有台风发作 难道他会无避风险吗 臣以为这是天术 我们不能测枝 师郎也不能测枝 但愿这不可测枝的台风 能在师郎船队的航行途中突然发作 将他们三万水师全部葬于海底 哦 对了 刚才属下在码头见到几位渔民驾船回港 他们说今日捕鱼 鱼群全都是惊慌北游 有台风的迹象 但愿这几日会有一场台风 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战术 我认为他会采取突然出击的战术 因为顺南风从铜山出发 顺风顺浪 一天一夜就可到达澎湖 这就决定了 他将采取快速骑袭的战法 这样既可以集结战船 躲避台风 也可以站门脚跟与我们决战 只要我们守住猫羽 花羽 须景羽 石头羽 不让师郎的船队靠近 只要我们守住巴兆湾 不让他的船队入港 只要不给师郎一个立脚点 把他的船队置于海洋之中 这场战斗 我们就有五成的胜算 我连夜召集各阵将领 迅速调整应战部署 猫羽 花羽 云无水源 不曾驻兵 你连夜进驻巴兆羽 立即召集一百名赶死兵 进驻猫羽 花羽 择险构筑剑桃 明日我就送五十门火器上 胡景羽 石头羽 进驻师族五十人 我再给你派五十人去 我要让猫羽 花羽 八兆羽 锦羽 石头羽 成为阻止师郎偷袭的武 跟钉子 成为绞杀师郎战船的 五座末盘 八兆羽泉水短缺 只有一只泉眼 每日流量只够百人饮用 你今夜前往 你要让每艘战船 都带走十天之内饮用的泉水 从今夜起 十日之外 将是决定我们命运的艰难十日 你知道朕为什么把你留下吗 臣不知 你要告假回泉州探亲 说是母亲病重 到底是真是假啊 皇上是罪讲人孝的 岂有臣子 咒自己的母亲生病的 臣的老母确实病重 已连连下属 催臣归行 准不准你回乡探亲 我们先不论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朕呢 回皇上 臣哪有如此的胆子 可你有 这是吴启爵给朕的信 你看看吧 有这事 既然吴启爵查明了 那就是实情 可这姚启盛一事英明 不该为平台一事自毁情欲啊 臣还是信机不实啊 两千两银子就买通了几十中孙慧 替姚启盛说话攻击侍郎 朕先不问这个 吴启爵跟朕说 你知道他向孙慧行贿之事 你为什么一直躲躲闪闪的 不谈这件事啊 疯传之言不可信啊 故不敢奏命 为今我就言明了吧 臣想回福建 一事探某病 二则也有为皇上分忧之意 如何分忧啊 弥合都蹄间的鸿沟 两个人都是好的 谁过分了都是痛心的事 本来就是你不想回乡探亲 朕也要派你去做钦差大臣 此事看来 还是不当这个钦差好啊 回乡探亲 再尽些朋友情义 有时候 朋友胜过上司啊 对吗 皇上圣名 启用侍郎一人专争 朕并不后悔 毕竟 你已经把他说成了韩信 诸葛亮了吗 退下吧 谢皇上 谢皇上 发财 东南 我糊了 终于碰到他 您的手气可真不错 我打牌是让着你们 打牌 海逵来了 快坐 快坐 好长时间没陪娘打牌了 公主你坐这儿吧 来 快坐下 海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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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儿又是怎么了 我 又谁惹你生气了 你看你的小嘴 觉得能拴头驴了 等您打完牌再说吧 小心搅了您的手气 你这一进门 就发脾气哭丧着脸 我这还有心思打牌吗 算了 算了 不打了 你说吧 又遇上什么难事了 我知道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哪 他们把世事宗 关到牢里去了 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我听说 是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 不是他们去抓的 但是为了救瑶云 才去自首的 方便宜了 方便宜答应过我放瑶云 可是他出尔反尔 先是把他放了 后来又把他抓进去了 那是他们罪有应得呀 我问你 你想想看 他们做了奸细 危害了台湾的安全 还不应该抓吗 你作为一个王室后代 还跑来说这个 为他们求情 你真是太不应该了 世事宗不是奸细 他是为了救人才这样的 傻丫头 有你这么傻的女孩吗 世事宗为了救瑶云 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 真是够痴情 够专一的了 你还尚赶着为人家说情 你 娘 这样的人天下难寻啊 他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可以搭上自己的性命 我不管 我救要他了 你真是不可理喻 他越是对别的女孩痴情 就越是对你寡情 你还越是要帮他 听您这话 您是不想帮我了 别闹了好不好 这王室家事怎么能混闻一谈呢 娘就是再糊涂 再想帮你 那也不能让大臣们 把危害台湾的奸细给放了呀 那好吧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办 你站住 你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吗 没有啊 我只是来想告诉你一声 我要嫁给世事宗了 什么 你要嫁给他 还亏呀 你不是不知道 他不要你呀 那就不用您操心了 我会说服他的 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他答应你也不行 过去行 现在不行 这事由不得你了 好 我终于明白了 我再也不会求娘了 你给我回来 你不听我的话会吃亏的 我是脱离了这个是非之地了 人羞还得与侍郎周旋 为南风北风 争执不休 我倒不是诚心跟谁斗气 几十年来以平台为己任 我到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启禀大人 朗达将军到了 朗达大人 将军大驾光临 是不是皇上有旨了 圣旨随即就到 不过我这儿有一份超报 让二位总督大人 先赌为快 好好好 好好好 你读 我听 进脚海寇 关系紧要 该着都府同心协力 传运良详 物感有物 前经摇启圣提定五遍公罪条例 卓专教施郎遵行 征台式施郎 独妻专权 可相机自行尽角 极为何宜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让施郎一个人专争了吗 那其他人都没事了 不是没事 而是退彼三赦 不过这风头 让他施郎一个人出尽了 别人都无所谓 我是为姚大人抱不平啊 是人家姚大人 举家性命 力保施郎出山 到头来 施郎连姚大人都容不下了 姚大人累了 我们先告辞吧 好 告辞了 告辞 二位大人 在这儿吃了便饭再回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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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不了 我们走了 告辞 我们走了啊 恕不远送 我们走 收拾 刘大人 我还有一个消息 侍郎刚刚夺得争台的专争权 这个人可是敢作敢为的人 一旦打起仗来 那可不会手软 我曾经多次跟冯大人 说过我的看法 可他从来不听我的 如今文武官员 只有您刘大人 一个明白人了 侍郎一主事 我们一清廷和谈的大门 就彻底关死了 看来一场血战 是不敢避免的了 为今尚余县希望 姚启胜不是福建总督吗 他在漳州修建修兰馆的时候 招服了很多台湾的降将 这个人主张脚俯并用 态度至少温和得多 恐怕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在他们打来之前 争取一个好的谈判结果 好吧 我回台湾一趟 你与姚启胜有一面之交 可以修书一封 表白我们的诚意 好 这样可以暂时缓解 他们攻打我们的时间 好 我马上去 告辞 辛苦 不 不 不 臣二十年如一日 怎么能让师郎专争 把臣撇开呢 不 不 不 老爷 不 老爷 你醒醒 老爷 我怎么了 你做梦了 我梦里说什么了吗 你说啊 臣二十年如一日 你怎么把臣给抛弃了 你们都 都下去吧 是 今后我睡觉 不能让下人守在跟前 你千万要记住啊 你这是何苦呢 事已至此 你就让师郎去专争好了 咱们不生气 不嫉妒 也不跟他争功 咱啊 还不受那海上风浪之险呢 你懂什么呀 老爷 师将军求见 这个师郎 这 还真要三七周瑜啊 我去骂他 杀人不过头点地 别别别 去 把师将军请到客厅里去 快 给我拿补符来 你病成这样了 还逞什么能啊 不 我不能让他看到我这副病容 我就是倒下了 也是倒下的一座山 我看到这座山了 他永远顶天立地地站着 不会倒下的 姚大帅 姚大帅 师大人 怎么 他连养病 也不能尽心养吗 驰太大人 资苔大人 我知道 我深深地得罪了你 但我以为 您是真君子 不会被得罪的 只有小人才会被得罪 所以我相信民间有这样的话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您是施郎的良师异勇 我相信我不会得罪您的 这只是世子挑软的捏罢了 这人哪挑老师的欺负 这受了欺负啊 还要美其名为君子 姚大帅 在康熙年间 在平定台湾的日子里 您姚启胜功不可没 我相信将来史家会大输一笔 治台大人 多多保重 总有一天 这天我会负荆请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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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一个小人 但也不是个让人喜欢的人 老爷 以前那粮食 两万两赏已经到了 下面问是不是存到库里去啊 存到库里干什么 我又不带兵打仗 石将军正等着呢 快去 派人马上送到石将军那儿去 是 你们两个真是一对天生的冤家 又打又掐 又分不开 回去 看什么看 走了走了走了都回去了 散了散了散了 公主您看 您往这一坐多不好看哪 您不是想见石石松一面吗 小的给您通报一声不就行了吗 您看您往这一坐 万一有什么闪失 太妃娘娘怪罪下来 小的可就活不成了 我并没有为难你啊 我的要求过分吗 我呀 一没有让你放人 二没有让你徇私 我只不过想和石石松 一起坐牢而已 这不行吗 我的公主啊 你不是为难我的吗 小的有几个脑袋呀 干吗公主往牢里推呀 我坐这儿不早了 我不吃不喝 只要饿死算了 我的公主啊 别这样 您可千万别这样 我说 我说公主啊 你赶紧回去吧 去 你赶紧回去 你这不是为难想的吗 公主 这儿 公主 有没有人在看哪 你赶紧回去吧 当然有何吩咐 我说公主 去 我不回去 看看怎么回事 是 你不就要见一面吗 我给您通报一声不就完了 你先回去好不好 我笑 我说公主啊 我 我这儿不走 你回去吧公主 回禀刘大人 是海魁公主坐在那里 不是把忠义侯 施氏宗当作奸细抓了吗 海魁公主要和她一起坐牢 我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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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什么闹 胡闹 你千万别的伟蛋像 刘大人 刘大人 吴王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平身 谢吴王 刘大人 一路辛苦辣 海上可好走 看见我的披风呢吧 足足能煮下二金岩来 我的船几乎是 船着海浪 才过来的 我常听他们说 大海无风三直浪 是真的吗 那就让狮郎多吃几金岩 看他还猖狂吧 来来来 走走走 刘总督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我听说 咱们的死对头狮郎 已经取得了对台湾的专争权 看来 战争不远了 时下台湾都传开了 这全岛上下平民百姓 都人心惶惶了 大家众说纷纭 都等您拿主意呢 倒也不是没主意 狮郎想打 那我们澎湖这一道天险 他就过不来 再说 我们的刘大人也是他的克星嘛 哼 我哪有回天之力啊 我早说了拼财力拼物力 我们台湾比不过蜻蜓 虽说我不主张投降 可实时务者为俊杰 要是施郎最终能够打赢我们 老公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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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去 我觉得还不如及早和他们和谈 当年清廷皇帝七四八四派招服使 开出的条件也算优厚 那个时候算是他们求我们 若是以战逼合 那就是我们求他们 开出的条件就大大简单了 那现在我们与之减和 难道是求人家吗 还算好 算是平等吧 算谁也不求谁 听你这口气 是赞成降服了 不是降 而是保存实力 若是一昧地拼下去 把我们的老本都拼光了的话 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岳王勾剑 卧心尝胆的精神了 到不了这一步 我看 此时我们请荷兰人帮忙 在台湾 另立乾坤 只要我们能挺过去 他们就消灭不了我们 我们就有回旋的余地 只要不另立乾坤 清廷也许会给我们多留几天喘息指 任何一个王朝 任何一个皇帝 都不可能在自己手上 把自己的疆土丢掉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看来 刘总督是不想自强自立了 当年老颜平王的一致是什么 打回中原去 赶走清军 即便不能恢复大明江山 也要重拾江山一统 而不是在这个小小的台湾倒杀 自立乾坤 我看现在 还是先解人为之急吧 方才我路过大牢 看见一帮市井贤汉才看热呢 怎么 原来是海魁公主 要跟施氏宗一块坐牢 这不哑巴 怎么不闻不问呢 她已经闹了好多天了 对姚云和施氏宗的案子 想怎么处置啊 是想杀还是另有打算呢 依我看 先开刀问斩 给施郎一点颜色看看 依我之见 留着不杀更有用处 若是杀了 会使施郎和姚启胜更加红眼 复仇之师将会更加可怕 傅大人之见高明啊 杀一个人太容易了 就如同杀一只鸡 若是不杀一个人 能留下机会 那不更值吗 不杀施氏宗和姚云 施郎和姚启胜 就会考虑儿女的安全 适当调整方略 否则就会来拼命 那个时候去和他们谈判 最少可以迟缓 禁兵台湾的日期和时间 就以他们儿女的性命 作为条件吧 我觉得应该派使臣去 条件吧 咱们也不加碼了 不消贩 如何 臣唐我不同意 若做缓兵之计还可以考虑 荷兰人的铜炮 再过十天半个月就到获了 只要铜炮一到 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 使者派谁去 我看派艺将蔡游熊 总搞黄学气吧 一文一武嘛 管阶太小 资历有钱 人就会觉得我们没有诚意 这样吧 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 还是我带他们去吧 好 你去 好 快快快 快 站住 宾克斯傅大人奉王爷之命 要与蜻蜓谈判 临走之前 要见见诗事松 有腰牌吗 你是不是活腻了 你不认识宾克斯还是怎么着 赶快给我开门 快 开门 小的哪敢呢 只是公主在这又哭又闹 都不让进去 冯大人又吩咐 小的担当不起呀 怎么回事 竟敢如此狂妄 大胆奴才 来人 给我打 在 别别 别 走 去 去 给我打 大人请 起来 有人来看你来了 回来 站在这儿好好听着 看我们谈的是不是公事 你好回去禀报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站在那儿 施公子 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宾克斯 他是傅大人 我的记性没那么坏 傅大人 莫非你是来宣判我的死期 这不归本寺馆 本官奉严平王之命 渡海去福建与蜻蜓交涉 儿父虽然与我们不共戴天 可总归要见面的 因此 让你修书一封 若是我不听你拆解呢 那对你没什么好处 实话告诉你吧 若是双方谈判成功 达成谅解 将是化干戈为玉帛之时 到时候也可以赦免你的死罪 想让我写一封什么样的书信 说你们是如何用非人的手段折磨我吗 还是说你们如何优待 那倒大可不必 我也不为难你 你就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就可以了 这倒是可以 这样吧 你先写 两天之后 我让李都市来拿 师公子 都说你的记忆力惊人 你可不要忘了呀 我的记忆力与姚小姐相比差得远呢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说什么呢 也不知道她出狱后 有没有回福建 早就重现雷蟹仪 早就重现雷蟹仪 你这 走 走 老爷 太太 那人闯进来了 怎么也拦不住啊 你去看看 还有这回事啊 这人哪 就直接地进来了 拦都拦不住 岂有此理 对不起 先生请回吧 他病中不见客 先生也该懂点规矩 既然是不宿之客 也就顾不得这些规矩了 是李大人哪 快请进哪 来来来 李大人 来来来 李大人 老大人 哎呀 失礼失礼呀 来来来 夫人哪 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 咱们福建安息的大才子 李光帝李大人 嫂夫人 多有得罪 黄命在身 我就顾不得许多了 那您请坐 李大人哪 来来 坐坐 里边坐 在这个病榻上交谈 成何体统 走 咱们到客厅上去 不必拘礼 不必拘礼 小大人 此处就很好 那就不公了 大人刚才说 黄命在身 是不是皇上有旨了 那是说给嫂夫人听的 我此次回民省 纯粹是探母病 病无公物 不知令堂归养如何 春年老病 时好时坏 我一回来呢 家母精神未知一变 饭也能吃了 地也能下了 家父说 游子就是一剂良药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姚大人的气色不佳呀 我也是为姚大人 来送一个偏方的 李大人 请喝茶 谢谢 谢谢 想不到贤弟还懂医术 李大人 开个方子吧 来了好多郎中哪 各说各的理 吃了多少副药啊 也不见起色 我这病 怕是无药可救 又瞎说了不是 该让李大人好好诊诊呢 李大人 我去招呼夏人 做点酒菜 多谢 你们聊啊 多谢 姚大人 我不用诊脉 望闻切问 我都不用 便知姚大人的病 病根在什么地方 不妨说说看 病源就在于皇上允许 施郎 专政 南远北辙 看来贤弟医术平平 姚某人不敢恭维啊 我承认没关系啊 悔姬计医的人大都如此 姚公啊 你要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 请讲 二十年来 一个回家疏难的人 以平台为己任 西途建立大业 青史留名 甚至把爱女的性命都搭上了 可到头来 大功垂成之际 他却被排斥在外 能让人不心寒吗 更让人不能容忍是 他已顶带花灵 和一百二十一口家眷 性命担保的人 竟是吕上奏章 要把他排斥在平台大业之外的人 这能让他没有 恩将仇报之恨吗 贤弟呀 有你这几句话 我姚七胜即使是冤死 也值了 不过 你姚公 也并不是老子所说的清静无为者 在道德场上 你敢说自己就是一尘不染的君子吗 我问心无愧 他即使如此对我 我照样为他催办弹药军奖和粮草 难道我有什么可指责的吗 一听说 侍郎专征 你就立刻放出话来 说只排六十艘战船 在海上骚扰台湾的补锦县就行了 这难道不是又反对平台了吗 更有甚者 吉时中松会的两千两银子 是你给的吧 是你给的吧 这是一个乙穴呀 能让你的道德的万里长堤 毁于一旦的乙穴 你和侍郎啊 好称两个台湾民 你们受黄命准备平定台湾 你们的剑杀 一边挑的是大 一边挑的是黄命 稍有无慎 个人毁育事小 为了大业势大 望瑶宫三思啊 更何况师郎说专征 他并没有搞阴谋轨迹啊 我听说他写好了奏章 都要先请你过目 更何况专征成功了 不也有你的一大半功劳吗 因为是你推荐的他呀 李大人 李大人 别说了 我太惭愧了 回头 我给朝廷写份车子 好 老公啊 不必多此一举 此事没有几个人知道 再说我们都不是神仙 那天哪 吃五穀杂粮的人 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 视为 无过 贤弟啊 你这副苦口良药 我这病 好去一大半了 好 冯大人到 大人 冯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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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人坐 你们都出去吧 这是冯大人 这是冯大人 你把傅大人 和施世宗的暗言 再说一遍 小的肚子里 没挤着墨水 实在听不明白 他们是在说什么 可听得像暗语 施世宗说 他的记忆力 比姚小姐差多了 记忆力 怎么扯到记忆力上来了 是的 小的也纳闷啊 这钱不着村 耗不着店 傅大人还问他 你的记忆力不是不错吗 他就说 比姚小姐差远了 还说些什么 还说什么 早又重新累些 你肯定是没听清楚 要不 就听错了 不 想得不敢 想得不敢 我听得的确是这话呀 他说谁呀 他说谁来呀 说姚小姐 施世宗说 不知道姚小姐 是不是已经回到福建了 又 傅大人就说了 那些累些的话 累些 累些 明白了 不是累些 是累些 也就是监狱的意思 他告诉施世宗 姚小姐没被放走 还在监狱里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可没听懂 大人 我白挨了他们一顿打了 两位大人要给小人做主啊 到国家那儿 给他拿几两银子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跟我来吧 好 这傅伟林 可是跟年平王多年的老人了 也会吃里怕外 我已经注意他多时了 他很可疑 经常在将领中 散布应寿招安的言论 他跟前围着一群人 这还不算 迄今为止 他的老娘 在福建不肯过来 我催着他 接到台湾来计孝 他总是推误 谁知道他是不是一只脚 踏着两只船 他若是投敌 说不定就是当使臣 谈的那一次 很有可能 要不是太妃护着他 我早就对他下手了 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他 让当使臣去谈判 把咱们都卖了 卖个啥价钱 咱们也不知道啊 当初让他当使臣去谈判 那是刘总督决定的 我们有真凭实据 怎么说换人就换人呢 大人的意思是 想办法弄到他背叛台湾的